鮮黃色的金針花隨風搖曳 在陽光的照射之下 閃耀出金色的光芒 這可不是花蓮六十淡山的金針花海 而是在台北市內湖區成功路五段的小花圃內 這座金針花園 是當地金湖里長邱金波的心血 這一片差不多有100公尺 上面應該有差不多有 將近有1000顆左右的金針花 金針花因為它除了我們平時的維護 如果都會長得很好這樣子 不畏頭頂上的大太陽 邱里長蹲在金針花旁努力把雜草 里長說這批金針花是它春天的時候播種的 到了夏天就是盛開期 雖然現在開花數量不多 但再過一個月景象一定更美麗 金針花它其實本來就是比較好種 比較沒有病虫害的問題 只要是我們把它照顧得好 水 養分 雜草的時候把它拔一拔 它這個就會長得很好的 除了金針花園 在鐵欄杆旁還有枝葉茂盛的野漿花 但花朵與人形步道的距離相當的接近 因此幾乎都被攔腰剪斷 花朵變得稀稀落落的 里長表示雖然沒有硬性規定不能摘除花朵 但還是呼籲民眾發揮功德心 美景用眼睛觀賞就好 看一部大臺北輸業新聞曹德華采訪報導